下面的題目 台北推增 這其實就更不用算了 應該用想一想的就可以想出來了 這個AB等於BC等於C豬等於C 就是等分啦 然後這邊掛個60放個30 請問你放手之後誰會往下請 然後怎麼移動他才會那個 大概就簡單看一看你就會啦 A應該是錯的 順時鐘多少 2乘60 就一可當作1 AB當作1 BC當作1 一可就是1 所以兩格 逆時鐘呢就60 所以誰大 順時鐘大 順時鐘轉 所以呢 A是錯的 右背要下來 然後移到豬 移到豬然後甲不動 然後就是60 那60會等於 60 就平衡啊 平衡啊 平衡啊 好放手後 這兩格平衡 所以C又錯了 然後移到 甲移到B移到豬 這可以同時減少相同的利弊 那麼兩個力量不一樣 減少的力取不一樣 原來就不一樣 但少掉的一個又是少的 這樣會一樣嗎 然後呢 一個算完 一個算完 還是不一樣啊 還是不一樣 還是我們的順時鐘大啊 所以還是順時鐘中轉啊 所以豬也是錯的 所以移到B移不動 哦 這樣子 這樣 所以呢 順時鐘轉是B對的 當然就B 大概用想一想就知道了 大概想一想就知道了 大概想一想就知道了 可以嗎 可以齁 這意思要告訴你說 你說我考試的題目不見得要跟前面的立題一樣 要好好的去算什麼 這些不見得 不自見的這樣 這一件中考題 猜一猜就知道了 理論上猜一猜就知道了 他說我現在是平衡的 可是有個比較重 然後呢 同時都縮小 請問你會怎麼樣 這個應該是不相算的 我現在一樣大 力舉一樣大 可是東西不一樣重 左邊掃掉五公分 右邊也掃五公分 那請問你會怎樣 這個應該用想 你就會知道答案 你不需要認真算 不需要認真算 不需要認真算 請問你這是碗水咧 這應該是多少咧 可愛的大帥哥 我猜你 誰有說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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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你選B 二 你做 他現在平衡嘛 可是呢我的A比較重B比較輕 所以A的力幣要比較小 B的力幣要比較大 這樣乘起來才會相等嘛 那這也不重要 都移動C公分的時候 如果你要認真的想就是 都移動C公分要減掉 要減掉嘛 這時候呢來比比看嘛 比比看嘛 原來呢一個減的多一個減的少嘛 然後所以呢逆時鐘減到的比較多嘛 本來一樣大減的多就變小啦 所以呢就順時鐘轉 我這個是有寫算式的 其實你根本就不用寫算式啊 左右兩邊力幣乘以力是一樣大 現在呢同時縮小縮短一個力幣 力幣乘以力 可是兩個力不一樣大嘛 所以力量大的減少得多對不對 力量大的減少得少 兩邊本來一樣力矩 現在一個減少多一個減少少 所以減少多的會比較小 減少的會比較多 那答案就出來啦 根本就不用像這樣子 力的失戀那麼清楚啊 用想了就會知道啊 不想了就會知道啊 建宗的推真題啊 所以不見得要像前面的立體那樣子去考一些計算 要考一些觀念跟想法也是可以的 重點是你的觀念有沒有清楚 OK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